当地时间9月16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2次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 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今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20周年 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 以这两份刚领性文件为思想基石和行动指南 上海合作组织逐步成功探索出一条 新型国际组织成长壮大之路 积累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成功经验 即坚持政治互信 坚持互利合作 坚持平等相待 坚持开放包容 坚持公平正义 这五点经验充分体现了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实践表明 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 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 过去我们践行上海精神取得巨大成功 未来我们还要秉持上海精神一路前行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形式下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重要建设性力量 要勇于面对国际风云变换 牢牢把握时代潮流 不断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第一 加大相互支持 要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 深化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 支持彼此为维护安全和发展利益所做努力 共同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把本国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 拓展安全合作 欢迎各方共同参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严厉打击三股势力 毒品走私 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有效应对数据安全 生物安全 外空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挑战 中方院在未来五年 为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 建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反恐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强化各方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 深化务实合作 中方院同各方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在本地区落地生根 助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落实好本次峰会通过的 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声明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主持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印度总理莫迪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观察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伊朗总统莱希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主席国客人 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 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以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 与会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撒马尔罕宣言 会议发表了 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 国际能源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 等多份声明和文件 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义务的备忘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